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 13日 星期三 跟大家說了很多新聞 這一節要講關於疫情的消息 大陸的疫苗 大家都知道那個可靠程度 不是很高的 向全世界傾銷 全世界跟中國 訂了幾億劑 意味著有幾億人可能是飽受到很大的威脅 最新的就是巴西 在最新的臨床測試數據顯示 科興疫苗 即是香港政府買的那種 整體有效率其實只有50.38% 這個數字 是一個很令人可怕的數字 我們要讀一段新聞 讀之前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巴西報坦坦研究所 星期二公布 中國科興武漢肺炎疫苗 的更多後期臨床測試數據 顯示其整體有效率 只有50.38% 研究所醫學總監 柏拉西奧斯表示 新數據 包括了無需臨床 照顧的輕症 或無症狀感染個案 巴西 移於本月開始為公眾注射武漢肺炎的疫苗 路透社報導形容科興的臨床測試 這個數據 令到巴西大失所望 指出科興是 該國訂購的兩款武漢肺炎之一 另一款是英國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 的藥廠合作研發的疫苗 兩款疫苗 都未獲巴西批准使用 中國科興疫苗也是香港政府所採購的三款疫苗之一 巴西 上星期四公佈中國科興疫苗 在巴西的 後期臨床測試數據 臨床有效率 是由78% 但被專家和監管機構批評數據有欠全面 要求提高透明度 巴西新聞網站UOL 星期一報導 科興疫苗的整體效力不足60% 報坦坦研究所的所長科雅斯 星期一接受UOL訪問的時候 表示 除了臨床效用率之外 持續的分析也產生了整體效用率 說會在本週一一個科學大會公布完整的數據 這個研究 研究所參與科興疫苗 是 第三期臨床 研究 報坦坦研究所之前 和科興簽訂的合約 有保密條款 三度延遲公布 臨床測試數據 買入科興疫苗的土耳其 上個月公布中期分析數據 指出疫苗的有效率達到91.25% 剛剛批准的緊急使用科興疫苗的印尼 臨床測試中其數據顯示有效率是65% 報坦坦研究所的官員辯稱 臨床測試參與者主要是前線醫護和長者 因此難以其他測試的結果直接比較 疫苗有效率是指實驗環境之中 將有接種疫苗和沒有接種疫苗的人作出比較 有接種疫苗者減少受感染的百分比 例如德國 Bornetich 疫苗第三期臨床研究指 有疫苗的有效率達到95% 即是說 跟沒有接種疫苗者比較 有接種疫苗的人 感染的機會就少了95% 而跟科興一樣使用 滅活 疫苗技術的中國國藥 武漢肺炎 有效率是86% 低於德國的產品 華爾街郵報 上個月報導 參與科興 疫苗開發的人士 指科興疫苗在巴西地心階段的臨床測試 通過有效率 高於50%的門檻 預料監管機構可以對疫苗的使用開綠燈 但是本港專家指 疫苗有效率高於50% 是說了等於沒有說 如果低於50% 即是不合格 早就已經停了研究 因為世衛是不會蓋於認可的 我想跟大家說說這個數字 50.38% 的有效率 意味著甚麼 意味著 你的機會率跟白家樂買妝限一樣 即是打了疫苗 跟你過澳門買大小 不同的 大小的機會率是因為有遺息存在 但是 白家樂買妝和買限的機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 這個就是解釋到為甚麼白家樂買妝要抽水 白家樂 為甚麼 他們說 白家樂 買妝要抽水呢 因為妝開出來的機會率是高於限的 原因是跟這個牌例有關 曾經有一個西洋賭博書籍的愛好者 出了一本書 叫做《白家樂上的72日》 這個書的作者 是賭博研究專家 這個人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 看白家樂 連續記錄了72日 600核牌的開牌紀錄 以平均每核牌可以開80座計 即是差不多紀錄了48,000座 這個應該是全世界最詳盡的開牌紀錄 那麼 他 計算了之後 原來 撇除了和局 白家樂開牌 四萬幾座 其實是多了 開裝 是多於開限44座 好 他們計算了出來 原來 是50 50.68 這個 是白家樂 那個莊贏的機會率是50.68 即是說 白家樂買莊 機會率 中的機會率 比 武漢肺炎的中國生產科興疫苗 大家想想 這個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真的長期買莊 是否代表 你會贏或者輸呢 其實不是的 這個只是一個 統計 很長時間的統計 其實白家樂 要抽水 是一個格式問題 就算有沒有這個人他紀錄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白家樂的牌例 裝是比較好處的 例如 如果裝5點 限5點 他要博牌了 但是如果裝5點 限0至3的話 限5點 大部分都要輸 即輸 即是 牌數 是不是 你如果是 0至5點 你如果要博到 多於他的 裝才要博牌 裝還可以博牌 但是如果你是 一隻牌 不夠5點 你即輸 是不是 那麼 變成那個機會率 裝是高的 那麼多是 當然 也有些牌例是讓裝即時輸 例如 如果你是限4點 裝5點 你限制二仔回來 裝就不能博即輸 但是 如果是 大家經常說五對四 如果是裝5點 限4點 你限制一買回來 即是一博一工就即輸 其實八九十就輸 反過來 如果 這個是 相對的 如果你是裝 裝4點 限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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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們去賭錢 最重要是心理輸了 你長時間跟他搏鬥 而他 就沒有壓力 你是賭自己的錢 他是賭公司的錢 公司就計大數 計一年 兩年 五年 你就是 那裏賭 365 1分之1 再除 24小時 一個小時裏面的其中 你的機會率 你的孤注一堆的程度 跟他完全無法比 完全是一點壓力都沒有 他不用想 你要想 你想錯的機會比他大 所以呢 賭場一定是 造莊的必勝 這個也不用說了 當然現在賭場 輸錢 其實就是糟糕的 因為賭場遇到一個 比莊家更可怕的人 比賭神更可怕的人 叫武漢肺炎 所有賭場現在全世界都 丟驗水 都輸錢 因為要收光盤的賭款 賺身身所有賭錢 都不在 кап item ist tox 都要虧本 所有賭場也也是虧本 我們要終於要講反正疫苗 當 religion台灣的有效率可 50.300% 還比八家龍bank 還有買裝車的時候 那麼大家 會對這個 Disk Keanu 有幾大的興趣呢 我想跟大家 重溫一件事 一個民族 會在小朋友的奶粉 初生嬰兒的奶粉下毒 他連自己國家生產的奶粉也不敢給初生嬰兒喝 而你竟然會相信 他們 生產到疫苗出來是救人 疫苗是什麼東西呢 有個說得很好的說法 他就說疫苗 是等於一隻 將一隻 魔鬼或者一隻 猛獸 注入你的體內 但是 疫苗就是將這個猛獸 兩隻牙剝掉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你的體內破壞 但是他也讓你體內的抗體適應這個病毒 跟他搏鬥 從而將他打敗 即是說他只是有這個病毒的型 而沒有病毒的攻擊性 沒有了牙 但是中國的疫苗 可能兩隻牙沒有剝齊 又或者剝一隻不剝一隻 又或者牙剝了之後會生出來 這個 就是中國那種問題 因為你想想 疫苗竟然 去到那麼低的效率 當然會死 所以 這些產品 性命有關 哪有可能會相信中國的疫苗 是不是 你想想想 小朋友也不敢買中國的奶粉給他們喝 何況疫苗 好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